好 下面要看到的是来自广东队的刘英 比赛成绩排在第六位 开场 后续两周 开场 后续五百次 前续三百六 立着 他的直升腿动了 这样的话 被他的任地上会打一个折扣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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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刘英也完成了自己的一套自由超的动作 从难度上来说 他也是 他是不具备向上中风挑战的 在他之后姚金南将要上场 姚金南是预赛的第一名 待会我们看姚金南的时候 我们就看看他的舞蹈 因为现在说我们一般年轻选手 来做这种自由超他的舞蹈的感觉 这种意识 还是不能完全的释放出来 所以说给我感觉的话 就是比较欠缺 在自由体操当中的规则上 对运动员的表现力 自由超的表现力 有明确的明文的规则 就是说选手呢要在 即使是完成最难最复杂的动作时候 还要不忘记对情感的表现的控制力 而且整个比赛过程当中 他要知道和观众裁判的交流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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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